明晚空降 这可能是杨幂最后的翻身机会 杨幂重回仙侠剧 胡妖小红娘定档 杨幂龚俊主演 玄幻大剧 人妖之恋跨越千年 血血浪漫爱情 因为哈尔滨1944和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事 杨幂最近也是处在风口浪尖上 很多人吐槽杨幂演不了现代剧 还是古装剧适合她 这部 万众期待的胡妖小红娘月红篇终于官宣定档 将月23日起正式上线 那么杨幂能否凭借这部堪称她熟识圈的仙侠剧 成功翻身呢 又能否压住这一众美女配角 5月20日 电视剧《虎妖小红娘月红篇》官宣定档 5月23日起 爱奇艺全网独播 该剧由杨幂 龚俊主演 郭小婷 魏哲明 胡连心 温正荣等多位知名演员担任配角 可以说 这是一部全明星阵容的玄幻 奇幻类电视剧作品 这样的作品就是奔着包款去的 虎妖小红娘讲述图山胡族心怀大义的大当家 图山红红姚蜜是带领图山胡族为妖族缔结情缘 成功结缘能为苦情术增长力量 庇护妖族在邪恶势力黑胡侵蚀苦情术后 图山红红与东方家后人东方月初公俊是携手 完成了从未有过的人妖结缘任务 护住了苦情术 也守护了挚爱之人和人妖两族的和平 在剧中 土山红红拥有无欲伦比的妖力 足以让众妖闻风丧胆 尽管外表看上去有些冷漠 但内心深处却隐藏着温柔和脆弱的一面 他对所看中的人都极为重视 若他们遇到危险 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去保护 强大而心怀大意 而东方月初则是一个拥有特殊血脉的人类 他能修炼出强大的灭妖神火 两人因一次偶然相遇相识相爱 却因为要保护图山家族和彼此 不得不面对来自各方的威胁和挑战 东方月初为了保护图山红红 不惜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 引来道士的追杀 生死关头 他抓住红红的手 捅破自己心口 用自己的血液激发图山红红的巨大妖力 才保住了图山家族 随后图山红红红红对外宣布月初一死 背地里却将他救活 教他法术 两人相伴十年 一起修炼法术 共同抵御外敌 通过东方月初不断的努力和牺牲 图山红红终于克服纯智扬言的困扰 能够自由使用自己的力量 作为狐妖小红娘系列的第一部作品 不管是作品本身 还是想给后续两部造势 月红篇在各方面的配置都拉到了顶级 灰红大气的场景设置 精致细腻的浮道化 实景拍摄 特效水准夜在线 演员方面更不用说了 女主姚蜜把午后思小花之一 虽然这阵子因为电影火锅撤当 和电视剧《海尔宾1944》表现不佳 口碑有些下滑 但不管是仙剑三中的糖雪剑 固剑奇谈中的风情雪 还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的白浅 我们都不难看出古装 闲暇类的题材 无疑是她的舒适区 从目前公布的装造来看 杨幂的细眉花点装也相当热眼 颇有几分涂山红红的妖娃舞昧 男主公俊也是当下人气很高的帅气小生 胭脂和气质都非常出色 古装造型更是让人惊艳 无论是情心俊义的翩翩公子 还是威严霸气的帝王将相 她都能够完美诠释 还有陈都灵 这两年陈都灵仿佛找到了自己的流量关卡 不管是在罗云熙的《长月静明》中 还是诚意的莲花楼 又或是郭静明的《云之雨》中 都以戏份不多的小配角 惊艳观众 她的颜值和演技 慢慢被更多人发现 这次能在《狐妖小红娘》中 饰演乐体侠 也是一大挑战 但从剧照来看 陈都灵的造型很特别 相信只要演技过关 这个角色必定能让她再上一层楼 祝旭丹其实是很可惜的一位演员 从姚蜜带着参演《三生三世十丽桃花》时 就觉得长得挺漂亮 演技也很不错 但是却在拿到周芷若这个角色后 似乎发展反而没有以前好 以至于这些年配角越来越多 甚至已经完全偏离女主 所以才会让余政各种内涵吧 希望她能抓住这次机会 带给观众一个火灵火线的步态 演技可权可点的郭晓婷 多次在电视剧中证明自己 唯一遗憾的大概就是长相不算惊艳 所以才始终没能大爆 尤其是这次的涂山雅雅 她真是剪大漏了 就是不知道天使地利人和叠加石 是不是代表着她的机会来了 陈瑶是新近流量小花中辨识度比较高的一位女星 不仅在杨幂的胡妖小红娘中有角色 同时也参演了刘亦菲的玫瑰的时候 看来今年她将要迎来自己的春天 期待她的绿坚文 更期待她和毛子军的对手戏 胡连心给人一种景田既视感 是那种自带氛围感和高贵气质的女星 特别是在胡妖小红娘释放的预告片中 她饰演的涂山荣荣让人眼前一亮 而且这部剧中还有前辈温正荣 对她印象最深的是范文芳版的奔月中 饰演的洛平美得不可芳物 这次她一席纯黑色装扮 把气十足气场全开 期待她的新角色 当然杨幂的颜值也不是盖的 即使年近40岁但依然能打 尤其是饰演狐狸 这可是她的统治区 一双迷人的狐媚眼 根本不需要演技加持 唯一担心的就是轻于年二 也才刚开始 要知道她的各项数据 可是频频击破各大数据记录 是一个十分强劲的对手 所以胡妖小红娘还没开播 就被很多网友唱衰 直言杨幂一两年三连扑了 在拍哈尔滨1944时 网络上吐槽杨幂演技的视频比比皆是 她的颜值 体态 台词等方面也被全方位审判 电影没有一顿火锅 解决不了的事的表现 更是让人大跌眼镜 上映前被预测是五一档黑马 谁曾想上映四天票房仅有5000万 豆瓣评分只有6.4 对于哈尔滨1944这部剧 她应该寄予厚望 要不然不会在采访时大谈特谈 甚至还在领奖台上直接说 2024作品见 很可惜有时候越想证明自己越容易用力过猛 杨幂在哈尔滨1944里面的表现 相较她自己之前的一些表演有进步 但却依旧称不上好演技 截至目前 网络上关于杨幂演技 吐槽的相关视频和图文实在是太多了 各个平台都有翻车的迹象 热度之高确实是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无楼偏逢连夜雨 哈尔滨1944的失利 让杨幂的口碑与录人员都受到不小的影响 好巧不巧 此时她的一番电影又扑了 从结果来看 无论票房还是口碑都不太OK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 杨幂很喜欢半路开香槟 在作品还没有上线之前 就开始透露自己有多努力 给外界一种这次我认真演戏了的感觉 当大众都翘首一盘 本以为会是山珍海味 绝是佳作的时候 她端上来了一盘实质无畏 弃之也不怎么可惜 甚至还有点馊了的饭菜 这也是她近几年翻车的最根本原因之一 实际做的远没有嘴上说的那么多那么好 其实刚走红的杨幂身上还挺有灵气 但不知何时起 她的演技开始模式化 大家难以通过她的表现 来看到角色应有的内核 俗称难让观众入戏 不过即便是这样 也不能直接否定 或许姚蜜这次真的能证明自己 打一场漂亮的翻身仗 总的来说 狐妖小红娘月红篇的演员阵容实力强大 每个角色都有着自己的特点和魅力 为整个剧情增添了不少看点 相信观众们在观看剧集时 会被这些演员们的精彩表演所深深吸引 享受到一场精彩分成的视听盛宴 感谢观众 感谢观众